实验层防护罩能够挡住怪鸟无老星吗 讲一讲这只妖怪鸟吧 这只妖怪鸟就是无老星火星的能力 以金真天 火星的能力我猜测的是幻兽种出去 那现在看来和牛鬼的情况相似 伟天给无老星安排的这些妖怪 全都不是大妖怪或者是神兽级别 而是没那么厉害的一些妖怪 白鬼之行呢就有对于以金真天的描述 他是被埋葬的死者以魂化为的妖怪凶鸟 人面鸟翼蛇身 他的鸣叫声类似于日语中的以金真天 也就是带到何时的发音 所以因此而得名 他们虽然不袭击人类 但是令人毛骨损案的鸣声 包括口中可以喷出火焰 都让人们对他产生了恐惧的心理 他的鸣叫声会让人联想起 寒恨而终的幽灵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恐惧和不安 那我要补充的一点是 在绘本百物语之中 以金真天的火焰可不是一般的火焰 而是装满黑油 可有口中吐出的黑色火焰 所以这个黑色火焰 很有可能就是五老星火星一个特别的技能 那么实验层的防护罩到底能不能防住火星呢 答案基本是肯定的 防不住 因为五老星目前几乎都有被动不死和修复技能 穿过屏障 可能会让他受到巨大的伤害 但是顷刻之间 这头可能会吐出黑炎的 可能的鸟叫果是幻术种 以金真天能力者 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阻止贝加庞克说出世界的真相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